今天我要來講解一下Mac上面的螢幕錄影 是怎麼做的 Mac上面要做螢幕錄影的話可以使用QuickTime Player 這很奇怪用Player來做錄影 不過QuickTime確實有這種功能 當你在QuickTime這個圖示上面按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按右鍵的時候就會發現它有新增影片錄製 新增音訊錄製和新增螢幕錄製 那我現在正在做螢幕錄製 所以呢 這一個是按下去的 那QuickTime到底要怎麼叫出來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Finder裡面去找 Finder裡面的應用程式 就是QuickTime Player 你把它點兩下 那它就會跑出這個圖示 在這邊再按右鍵 就可以做螢幕錄影 那我現在正在做螢幕錄影 所以現在的 螢幕錄影 是 啟動的 那當然如果我可以把它停止之後呢 它就會 要求存檔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做 Mac上面的螢幕錄影的話 請記得 就是使用 QuickTime Play 就可以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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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